为了让孩子在暑假能够过一个充实的假期 今天下午由红树林有限电视与新北市议员正在立香服务处合作 举办2016红树林小小主播营活动 让孩子可以体验坐上主播台的感觉 而市议员服务处表示 许多孩子在暑假期间都是沉溺在3C产品当中 而为了要让他们有一个正当的休闲活动 才会与有限电视业者一同举办小小主播营活动 希望可以带给他们不一样的体验 我们跟红树林我们正在立香议员服务处这边 跟我们红树林这边来举办这个小小主播营 在暑假方面让小朋友有正当的活动 可以参加这个小小主播营 那当然暑假跟寒假 我们每一年都会跟我们红树林来主办这个小小主播营 那希望小朋友可以多多参加这个小小主播营 让小朋友更有信心的来上电视主播 这一次的活动不只是让孩子在摄影棚体验当主播的乐趣 红树林有限电视以生动活泼有趣的方式 让孩子了解台湾电视从早期最初的三台频道 一直到现在上百台节目的历史过程 更增加孩子对于电视历程的了解 而小朋友都说坐在主播台上真的很紧张 小朋友第一次坐在摄影棚的主播台上 虽然有些许的紧张但也相当兴奋 从头到尾一字一句的播报 看起来颇有主播的架势 小朋友说第一次面对镜头会非常紧张 但也觉得很好玩 希望可以再体验一次 而每一位小朋友都可以拿到一员服务处 与红树林有限电视所发送的赠品 让孩子过一个不一样的暑假 此时段一旦水采访报道